花蓮台東的風力會越來越明顯 我們先從實際的一個降雨來看到 其實目前最大的一個降雨 大概是在宜蘭大同鄉 另外在這個花蓮一帶的降雨 目前都有超過接近200毫米以上的一個降雨 這個雨量還會快速的一個累積 那我們來從這個風力的一個觀察 目前實際上的一個風力 我們可以看到在藍雨雨均平均風8級 陣風到12級 花蓮這邊的陣風也有到8級 那當然我們北部這邊沿海也是一陣一陣的風 像臺北這邊陣風有到6級 那臺南高雄的風大概要晚一點 今天的深夜之後 他的風會逐漸的一個明顯 那我們來從這個整個一個雷達回坡 來看看海葵颱風現在到底在哪裡 我們可以看到回坡一陣一陣的掃進宜蘭花蓮 台東還有在我們的這個屏東一帶 那當然綠島南有首當其衝 另外我們從雷達回坡可以看到 這個海葵颱風他的結構真的是非常的好 他的中心颱風也非常的完整 目前他穩定的朝著西方向 往台東這個方向來做一個移動 那當然等他靠近之後 他的速度可能會有點變慢 那麼我們從他的一個警報單 跟一些觀測的一個時間點 來跟大家來做說明 目前海葵颱風大概是在台東的東方80公里的海面上 大概到傍晚的左右大概會從這個成功到這個台東市一帶登陸 到了明天今天的這個晚上深夜的時候 他的中心可能會在珍雯溪口這邊在出海 所以從現在開始一直到明天的這個中午以前 台東屏東的風跟雨會越來越明顯 那當然他脫離本島的時間 現在看起來因為他接觸之後速度會放得非常的慢 那麼預計大概在明天晚上八點 他的這個暴風圈才會脫離我們的陸地 之後因為他受到我們台灣地形的影響 強度應該會有減弱的一個機會 所以大概在九月六號的時候 清晨應該有機會減弱 熱帶性低轎 所以從現在開始一直到明天 當然主要的風雨都還在這個東半部 到了今天的深夜慢慢之後風雨就會轉到在這個中南部的一個地區 那麼來看整個一個實際的一個降雨風跟雨的一個預報 從降雨的預測我們可以看到 今天的降雨其實還是在宜花東東半部 明天一樣 但是宜花東的降雨相對跟今天比起來會有明顯的減少 另外我們就可以注意到在台中以南的降雨也會逐漸的明顯 到了這個禮拜二還有到禮拜三 現在慢慢受到它外圍環流的影響 所以中南部還是有一些間隙的降雨 東部的雨也是一樣 其他地區大概是屬於午後有鎮雨的一個天氣形態 那麼我們來看風力的一個預報 目前的一個風力其實從今天中午過後一直幫我們可以看到 花蓮台東這邊的陣風都會將近11級到12級的強陣風 台東更是整個中心通過的一個地方 10級風通過的範圍它的這個陣風都會超過14級 那麼在屏東這邊慢慢它入夜之後的一個風也會比較明顯 陣風也到9到10 那麼當然我們北部這個地方陣風大概6到7級左右的一個陣風 澎湖這個地方在今天深夜之後風雨也會逐漸的增強 那我們來看下一張的一個資料 這個風的部分明天因為台風登陸之後它的強度會減弱 所以東半部這個陣風慢慢會轉小 不過它的陣風大概有10級到11級 另外在南部的地方在台南以南的陣風也有10到11級左右的強陣風 那北部這個地方大概也有6到7級的一個陣風 那所以呢我們來從整個一個天氣的一個提醒來跟大家來做說明 當然今天跟明天宜蘭花蓮台東南高屏風雨是最明顯 雲林引南還是要提醒沿海的這個天文潮 還有颱風暴潮在這個禮拜一禮拜二 可能要特別留意海水倒灌的狀況 海灰颱風減弱的狀況是怎麼樣也是我們重點的觀察 另外呢我們颱風過去之後呢 禮拜四禮拜五的天氣會變成西北雨的天氣 那以上是今天的氣象 我也把時間交給主播 立刻下載禁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